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我也有黑暗期 我是如何由黑转红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有些人常说 你每一次都一直批判国君各项事物 你自己在部队就是完美的吗 当然不是 我的部队也发生过不少的军纪案件 我自己也犯下过不少的错误 也遭受过行政处分 所以应该再怎么优秀的军人 都会犯错吧 然而在我的军理生涯当中 有一年却是非常的黑暗 真的是黑到爆掉 我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 让自己一步一步红起来的呢 如果你已经很黑了 不要气馁 经过努力 你一定可以红起来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过程 某一年的一月 一个正气凛然 高高在上的指挥官 到营区来报到了 为什么我会说他高高在上 因为他刚来的时候 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才是指挥官 我是那种有意见 就会跟长官报告的人 因为他的主观意识非常强 要改变他真的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 而真正决裂的点 是在春节第一梯留守的第一天 八点集合完毕点名后 我就到大门下达状况 实施营安演练 因为是第一天 所以我下达了各种的状况 让营安编组人员去处置 可能过程中有几次 我的语气有比较严厉 指挥官叫住了我说 你到底要演练到什么时候 春节期间都有排定团康活动 你这样算未按表操课 他标了我一顿 那当然是要按照他的指示去执行 只是当下我的心情是很不舒服的 我是为了营区安全 让编组人员更熟悉状况而已 为什么你就不能了解我的用心 从那次之后 我们就互看不顺眼了 到了3月17日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我的部队因为发生一些重大的尾尸事件 所以我集合了部队 在大太阳底下训化 也不是训化啦 就观念沟通 当时我的情绪有一点激动 一不小心就把那五个字说出来了 我是背对着指挥部大楼的 原来指挥官早就在背车台上看着我 他叫了我的名字 叫部队解散 你过来 我就跑步过去 靠腿手放下都非常有精神顿点 他只淡淡的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 你等着跟法官说吧 最后他并没有把我法办 给了我行政处分 从那次之后 他再也不正眼看我了 就算我跟他敬礼问好 他也不理我了 当时我大概已经服役了七年左右 这种情形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四月的时候 部内要召开第一季的讲评会 我的部队也按照人事科的要求 呈上了请讲名册 会议召开当天 人事科也按照请讲名册 逐案实施讨论 我的部队因为春节期间 经济状况良好 获得机优单位 但是讨论到我的单位的时候 每个请讲的人都易讲了 唯独我 连语句话都没有 这个时候人事科长跳出来了 他压根不知道我跟指挥官现在的状况 帮我出了个声 一棒被指挥官挡了回去 还指着我说 我跟你说 你今年不会再有讲点了 瞬间我真的超级无言了 我犯错我也被你惩处过了 这次的讲评会又跟上次我被惩处 有什么关系 但是老话一句 他是指挥官 我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第一季的讲评会并没有把我击垮 只是更让我知道 你就是想要弄我 更是激发我内心的斗志 我决定利用六月初军团级的体能战绩测验成效 来展现我的价值 所以四五月间 整个部队就笼罩在我严格要求之下 展开了科学化系统式有计划的训练 期间指挥官及处长也都有来部队慰问过几次 但是指挥官还是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我只好告诉自己 我是为了国家做事的 不是为了你这个指挥官做事的 我也只能这样想了 心里才会好过一些 最后测验成绩出来了 我的部队拿到军团级的第二名 总算是辛苦的训练有了一点点的成效 这个成绩是这个部队史上最好的成绩 我非常感谢当时这个部队中的弟兄姐妹 让我创造了这样的历史时刻 因为七月部内有一个重大的演训工作要执行 第二季的讲评会提前至六月中召开 那这一次我就没有那么白目了 请讲名册警列了单位内几个有工的人员 会议进行到最后科长又跳出来了 但这次不是人事科长 是战训科长 科长提到 部队上半年体能训练成效良好 经军团级测验后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指挥官直接打断 你也是要来帮他求情的吗 他手指着我 我再跟各位科长说一遍 他今年没有讲点了 这样各位科长亲不清楚 科长们点了点头 也不能说什么 当下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科长那么样的挺我 有时候军中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事情谁对谁错 只要有长官的一句话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为了七月的演训任务 单位也召开了编组协调会 我也担任勤务部队的组长 一起前往参与这个任务 这个整备时间大概是一个月 大家应该知道 勤务组是杂事最多的 只要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 都会推给勤务组 那个月真的相当充实 演习开始前两天 突然接到指挥官的一个命令 因为一个少校管不动现役的十个实情兵 由我去接替他的任务 并且继续担任勤务组长 所以我每天的行程就是四点到火房看催事作业 八点开始管制各勤务人员的工作 十点再到火房 下午两点继续管制勤务人员的工作 下午四点去火房看催事作业 七点课前准备会议 九点明日勤务人员工作分配及任务提示 十点协助管制营社安全 十二点勤务组的干部会议 两点洗澡 四点我又要去火房了 他就是故意要让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 我的心里就想 就一个星期老子跟你拼了 经过了重大的演讯工作 就准备召开第三季的讲评会了 造就除了我以外其他的人 我都依人事科的指示 上成了请讲明册 会议召开到尾声 指挥官说话了 我们的勤务组长那么忙 演习期间表现也都不错 怎么没有看到他的奖励 这怎么行 给他一张军种奖状吧 我听到整个晕倒 我要讲点 我不要奖状 我真的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是没错啦 一张军种奖状换算成支积分 大概是三大工 但是他无法抵我的行政处分 就算你给我十张军种奖状 我还是负点啊 只听到人事科长说 会后马上向总部申请 我也只能说谢谢指挥官 心中满满的圈圈叉叉 人家不给点事情还是要做 九月份部内要办理一个全军示范 我也是很用心的协助承办单位 完成了事前的整备工作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全军示范并不辛苦 辛苦的是整备工作及预检 没有想到指挥官竟然在第四季讲评会说到 示范当天我不是出国了 是没有错 当天我是出国 但是整个示范的整备及预检 我都有确实的带领着弟兄 完成各项整备工作 指挥官怎么这样说话啊 听到这里我也心灰意冷了 算了吧 都第四季了 扣考机就扣考机吧 以上就以上吧 突然指挥官叫了我的名字说 现在要讨论你的案子 你出去吧 当下我的心中喜悦 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虽然叫我出去 但是我是带着一丝丝的笑意离开的 最后指挥官很勉强的让我的年度基点列为正一 我从小关到退伍几乎每年都是十五点左右 就只有那一年是正一 但是也不能怨其他人 毕竟是我自己做错被惩处 有正一应该就要偷笑了 隔年我的单位获得了模范团体的殊荣 就是因为我去年急于表现得来的一个意外收获 我的地位才瞬间红了起来 后来我也跟这个指挥官变成好朋友 他也有来参加我的婚礼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勉励各位弟兄姐妹们 每个主官他看人的角度都不同 一时的黑掉千万不要气馁 只要认真努力 总有一天会红回来的 以上是我针对我也有黑暗集 我是如何由黑转红的说明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